那这次我们讲到上次的这个台独六字绝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禁为锁即毁断 这次就是锁了 对这次是锁 然后其实断就是断掉这个美国的 或者日本来支援 断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次有演练断 其实他辽宁号到 这次他特别公布说辽宁号有参演 辽宁号就是断美军的这种过来支援的路 所以说是他断这次有演练 那除了这次之外 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台湾 其实我反而比较注意到乌丘 马祖东影 为什么 为什么我特别讲 其实东影来讲的话 东影我们都知道有天空飞弹在那边 因为它可以跟 你看东影在这边 射程来讲跟基隆 包括金山那边的这种防空阵地 可以互相互为计较 控制整个北部海滩的 北部海域所有的防空 药域可以控制住 所以说他特别围住东影 就是控制你东影这边的导弹 如果随时可以将你的东影 防空阵地来讲 将你击毁 然后让你的 这个北部来讲的话 防空出现空隙 那北部如果说 防空出现空隙来讲的话 他就很容易从林口台地 或者是说这个基隆河 淡水河河谷从这边攻击进来 对我翻成白话 林口台地淡水 基隆这边是不是就是一个 斩首的异位了 对就是斩首异位 就是药域的地方 这是指地点的分析 那乌秋来讲的话 上次他稍微远一点 这是他等于就把乌秋包围起来 那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乌秋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其实他这个人并没有多少 也没有什么老百姓 那如果说一旦被夺取之后 其实会造成民众心理的震撼 但是不至于造成民众 有太大的仇恨值 所以他特别选乌秋来当作 一个演练的地点 是地点在这个地方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防部 在刚刚所公布 记者会所公布 另外一个对不起 这个海警的部分 也非常的重要 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海警的舰艇 特别是2901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看到他出现在这个东部 然后呢 他这次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 环台绕岛巡航 其实海警的意思 就把这个等于台海内海化 这个宣示主权的意味十足 尤其再加上他文日有说 是登船林舰 那如果说还好这次没有做 如果说演习结束就算了 也没有对我们的能源设施 这个他今天终于有特别澄清 说这个油气都已经下泄完以后才走 那我觉得这代表 态度还蛮亲切的 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天然原料的 能源的供应 但是如果说是 它就是警告意味非常的十足 如果说是他登船林检的话 用海警船去登船林检 这些这个LNG船 那对我们的这种天然气的供应 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所以我认为说是 这个反而海警代表的是 它主权的宣示的意味 反而避害军还要强烈 有一篇文章是写说 它在这个图当中 你就注意到 就是说它这个箭头 你看到就是没有固定的区域 也没有固定的这个航行路线 所以它叫海警警巡 它所有时候 等于说就是绕着在边绕 那刚刚我们看到那几块 大概是军队的 这边是海警的 所以2101是1000吨级的 然后这个1305 1303是3000吨级的 2901是这个内烧 12000吨的海警船 所以这张图是单独 大陆海警船的这个东西 但是来 我们把这个国防部所公布的 这个我觉得就更清楚了 因为国防部它是怎样 海军作战舰两艘 海警船两艘 军警联手 所以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你可以看出来 它画的区块非常的精准 它等于就是说已经过了 滨海林街区24海里 然后已经切近我们的临海线 那这条是 虚线是滨海区24海里 所以它已经进来了 这个已经进入我们滨海区 已经进入 不晓得有没有越过临海线 是不晓得 可是今天秦施次长 他也不敢说 他只是说没有 但是有没有我们不敢讲 因为有一些如果说是 像他发布的影片来讲的话 那张飞机跟着中央山脉一起飞的 这个影片 那个镜头到底是 这个飞进来还是没有飞进来 我们看不出来 可是从这个区块 我们很明显看出来 他都贴着这个线来演练 区域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就是它警告意味十足 对所以到这边 我先给大家整理一下 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讨论 我待会要先进广告 那这次的联合力兼兵呢 跟大家之前的所符合 预期的所符合 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呢 这个距离越来越近 然后是扶小突击 虽然时间很短 13个小时结束 但信息含量其大无比 里面有很多的新科目 那包括我们看到强度很强的 包括军方的辽宁号 这是辽宁号 对 国安部还特别 我刚刚看记者会 国安部还特别讲 辽宁号起飞的兼述有进来参演 这是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以前辽宁号我们都认为 它只是句子作战 但是没想到这次的辽宁号 它起飞来讲的话 情势是承认说是 这是参演的 这个进来到应变区的基建里面 好不稍后还有更多完整的讨论 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我请教一下立将军 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准战争吗 对 这叫适选截短 就是时间很短 可是形势很危急的一场准战争 但如果说你再结合 它整个代战的影片 还有东部战区发放的那种影片来讲 你就会看到 你刚刚讲的影片 我有看到七分钟的影片 它是补足昨天 整个代战那段影片的补足 包括时间上面来讲的话 它有把夜间作战包括进去 武器方面来讲 它有包括到空警这个500的预警机 然后战机部分有夜间起飞的 也有兼时战机 对所以说要给它下一个定位的话 它就是一个武统的实战演练 武统实战演练 大家知道这个演习可以一秒转实战 然后延转战就是一秒之间 所以它就是一个准战争 我们先谢立将军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东部战区 好那我方的作为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方很早就十天前就掌握 预言 立舰逼 马上就要开始 然后10月13号 昨天也告诉大家 辽宁号编队的最新动态 进到了巴士海峡 然后在刚刚下午 我们的明船舰也紧急出动 海风反舰飞弹就位 然后另外呢 当然这个赖庆德也召开了国安会议等等 所以委员到此刻为止 你认为呢 A到B短短的五个月 那在今天人民日报的表述当中 很清楚的就是点出了赖庆德 在那张图当中也告诉大家 就是针对台独 同时今天呢还更新了台独的名单 沈柏阳 曹新城 列到了台独的这个顽固分子的清单 然后禁止 然后还把沈柏阳放在曹新城前面 不知道 然后你怎么看呢 沈柏阳曹新城本来就是台独分子 那沈柏阳是比较像个台独分子 曹新城是投机分子 因为他以前比谁都同 那现在比谁都独 这个怎么解释啊 统中有独 独中有统 就是曹新城这种人 制裁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不过大陆最好顺便提一下 在亚洲地区啊 收集中国古董的最多的人士之一 那个人叫曹新城 那你可能要告诉一下国际拍卖界的 如果你要帮曹新城拍卖他的古董的话 香港的这些拍卖所里面最好小心一点 不管是加世德还是书富比 你们至少就至少店一店自己的分量 这个大陆上并没有顺便带到 至于这个演习 看谁最早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 不是大陆啊 是台湾国安会 台湾国安会为什么会知道 美国一定是美国告诉他 美国为什么知道 就是中国大陆告诉他 大陆的这个南部战区的司令 都已经跑去夏威夷 大家哈拉哈拉的嘛 所以这一定都有一定的国际上的默契 所以这演习就表现个特色 就是我的海空军火箭军的力量 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抵达 这个必要的这个领空或领海 那同样的也可以很最快的 完成了演练的项目 立刻撤军 也就是指挥起来 如必食指很快 动作很灵活 照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这不是习近平要求解放军 所能够打倒的任务吗 而不要说吹了口哨还躺在床上 以前我们当兵都有这个坏习惯 连集合上集合还在穿鞋子 那种情形 在解放军的要求里面不会有 而且也不可以有 所以这表示他们平常训练就有数 而且对于要 无力攻打台湾 也有一定的充足的准备 也不在乎你美国人讲什么 但是毕竟要攻打台湾 是一个政治决定 不是一个纯军事性的一个决定 所以中美两国互相告知 那这个我可以因此推论到说 那为什么赖清德突然之间从台独的 壳子里面躲回中华民国的帐篷里 所以国庆他的演讲跟10月6号 中间的一些论述的差距 从祖国论一直萎缩到了中华民国里面去了 就可能也是在因应这个新的局面 换句话说美国人可能会告诉赖清德 你如果在同样的论调的话 解放军的演习就可能不是一天结束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因为重点是他在国庆当天 他当然躲回了中华民国之外 他还是强调的是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从蔡英文讲到现在 但是他没有在像他就职的时候讲 中国与中华民国的对立的关系 所以他也希望暂时躲到帐篷里面 等到这个台风过后再出来猖狂 我想问一下这个委员 当然第一个是从这个佩洛西开始的 这种危台军演确实对台湾是个极大震撼 然后联合力见A A到B就是五个月的时间 那会有C吗 你觉得C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启动呢 到C会怎样 现在是禁为所 到C会变成集会断吗 我认为是不会啦 因为国际架构并没有改变 大陆现在的政策还是两岸融合 还是和平统一 他即使在最近所有的讲话里面 祖国统一等喊一喊 但是还是要和平统一 所以在这个主调上面看不出来 他现在要用动武来解决台湾问题 他可能在等嘛 就等你赖清德先出状况 让我在国际上有比较好的说辞 所以赖清德投球 如果故意要投台独球 那么那个解放军挥棒不会落空的 但如果赖清德躲回中华民国帐篷 解放军大概有点头痛 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我也会比较适当 这是政治上用军事来处理 必然会面对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就展示给你看 什么内海化 内海化不台湾海峡 连台湾岛的东岸 都内海化给你看 也就是这是一个 极强而有力的主权宣示 主权的宣示 你看国际上有人更生吗 没有人更生 连美国都一副云淡风轻 很轻描淡席 严重关切 对对对 美国好像说 兄弟差不多可以了吧 那我这边就发布一个 简单的这个 这个新闻稿应付一下 那台湾所谓的 拿出什么样的飞弹 我同意立将军讲 那叫百拍 什么叫百拍 哪有飞弹车推出来 这种空旷的场域 让大家拍照片的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来看俄乌战争 那个乌克兰的 连那个爱国者飞弹 都要躲在那个什么 什么一个特殊隐蔽的地点 你拿在那空旷地方 什么你觉得解放军上面 没有人造卫星是不是 你觉得解放军旁边 没有电子侦察机是不是 那你不是挨打吗 你百拍的意思就是什么 解放军 我在这里哦 你不要随便乱打 我不要打错了不是正义事了吗 所以我是觉得 他要安抚民心 可是在军事上是 被这个立将军一眼就看破了 就举个例子 他不是开国安会议吗 对对 大阵仗 也有公布照片 照片里面被杨友们看出来 第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军事人员在里面 你现在不是国安会议不是 并不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稳定股市 什么金融风暴 这是为了台海的问题 军事问题 里面一个懂军事人都没有 有了一个国防部长顾立雄 有人说他懂军事的吗 你至少要把参谋中长 带过去列席嘛 照片上没有人有看到参谋中长 难道他坐在旁边的桌子上 对啊我在想是坐到第二排吗 好像没有第二排 最搞笑的是什么 里面还被看出来竟然有邱毅人 什么邱毅人有那319枪击案的实战经验 所以找他来那边摆拍是不是 所以国安会议也是摆拍 连那个 那个所谓的导弹车拉出来也是摆拍 你拉在空地上不是 如果真的战争 你拉在空地上 第一个时间就被击毁了 你还能干嘛 所以非常不专业 国家安全不专业 这个国防也不专业 对啊 好 我请接着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当然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 假设台海紧张的话 第一个想到我们的是我们的能源问题嘛 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因为台湾的天然气呢 都是要走海运啊 那库存大概就是一周的时间 所以这次第一时间传输本来昨天晚上12点啊 这个中游有一艘LNG就是这个一态的这个天然气的船要到台中港 但据说海上碰到了贡舰啊被吓得掉回头 那中游今天有发布讯息说这叫假消息假新闻等等啊 今天早上才有他有很多细节告诉大家不是这样 但好第一个我对于中游的回应我自己是有点怀疑 第二个就算他讲的是真的 但是还是让大家那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答案 就是说如果说台海真的被封锁 请问一下那我们的天然气发电呢 对吧台湾的能源问题呢 好另外一头我同步来补充一些讯息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发表了声明嘛 然后我们的作访是什么呢 这个一大早他们是5点开始 我们是6点多发了新闻稿 然后8点多发了影片 这个影片据说是早就做好的 因为在国防部10天前就告诉大家联合利剑并影片就做好 影片做好到8点多才丢出来 人家不是5点钟开始你应该5点10分15分就可以丢了吧 那个丢出来现在给媒体你知道就是按一个键而已 手机电脑按个键他就出去了 不是说要打电话像我们以前 30年前跑新闻的时候打电话找到媒体负责人 然后再把影片快递就是派专人啊 专车送给你那个袋子还很大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一秒按下去就出去了 但他也到8点多才发布 我就怀疑这中间是怎样 是突然想到我还有那支影片吗 我突然才发现这个小编才发现 开始了那我影片是不是要丢 我还要再请试试吗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定 然后9点半呢开了这个国安会议 假设这是一场真的战争 5点钟开始到9点半开国安会议 中间这4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如果是真正的战争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台股的部分刚讲过 然后呢你就看到大陆央视官媒整个力建B开直播 5点钟开始到了7点半 在线就133万 10点半400万 4点的时候897万 现在应该突破了千万吧 然后呢 这个委员讲得很对 这个要不要对台一定是政治上的决定 那政治上的东西你就要看人民日报了 他这个标题叫做赖清德新两国论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哪里有半点温和跟克制 就是大家说国庆他很温和啦 他回到中华民国他有克制啊 中国大陆官方告诉你不买账 哪里有温和哪里有克制 所以才会有联合力建B嘛 对不对 大家讨论说他真的回到中华民国 真的是风向被带歪了 在中国大陆的心中叫做没有 然后就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公布 公布了这个新的台独名单等等 所以我要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就要借重借大使的这个国际间的丰富经验 台湾打的算盘就是 我们台湾不会孤单 我们有日本有美国 美国立刻讲话啦严重关切啊 美国很早就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我们啦 但别忘了美国此刻正在选 那我还是要问借大使将心比心 我们今天台湾遭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对待 一张一张图丢给你 假设是美国这样呢 美国被这样对待了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 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战争 你觉得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感谢观看